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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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其實是瞄準整個大選之後 目前其實我們最關注的議題 就是房地產的稅改 這樣一個議題 第一個 政府不能退 政府不能退 立委不要黨 建商閃邊去 好的 我們用這三句短短的口號 就來說明說 事實上我們對目前整個台灣的房地產 特別是財政部要推動房地產稅改 我們最基本的看法 就是說政府應該要繼續推不能退 我覺得立委不應該來阻擾 來反對改革 同時我們呼籲 我們的建商業者應該站在一個台灣房地產良性循環的角度 不要來去阻擋這樣的一個改革 我想這些不動產稅改的一個核心原因 其實重點在於公平和效率 我們都知道長期以來 不動產稅制的不公平 讓很多人賺取了龐大的投資利益 但是卻繳了非常低的稅 另外一方面也因為我們的持有稅 就是房屋稅和地價稅的偏低 也導致了屯房屯屋和空屋的這個現象 非常非常嚴重 這也是導致了房價持續上漲的最核心的原因 同時也是導致我們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星期一其實財政部推出的這樣子一個好像試探版的版本 我們發現其實現在這個版本的漏洞 都是比之前在討論的時候更多 可以看到說現在的版本裡面其實提出了一個所謂的長期持有優惠這件事情 是我比較想要嚴厲的批評 因為在這裡面其實提到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版本裡面 其實自由住宅他已經有優惠了 所以意思是說現在非自由的部分呢 其他的人呢他其實可以享受所謂的長期優惠這件事情 那在現在的版本裡面可以看到這裡的長期優惠指的是說 你持有房地超過兩年 請問大家超過兩年就叫做長期持有嗎 而且這個部分是如果你是自助的本來就優惠了 所以這個是誰會享用 是那個不是自助的人他可能是投資的人 那投資人大家現在都知道說銀行這個部分其實有貪陷期 貪陷期基本上應該是兩到三年 在前面的持有階段他根本沒有任何的壓力 在這個情況下你可以想想看他說長期持有兩年 我記得本來的版本好像是五年還是十年這個狀況 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現在呢 其實財政部政府部門其實一點都沒有想要改革 從這樣子的版本裡面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他可能是期待我們要更大的反撲更大聲的力量去告訴他們說 我們真的要改革 因為他在言論裡面其實期待 嗯好像大家大家想要怎樣 那這個大家到底是誰 到底是那個上個禮拜的建商代銷工會的大家呢 還是我們一般買房子是要自住的大家 還是買房子要投資客大家 這其實都是很多的問號 對於整個未來不動產的稅制改革 我們其實是蠻多的擔憂的 這個擔憂是來自於我們看到 之前財政部在推動所謂的證券所得交易 證券交易所得稅這個部分 事實上從財政部提出的版本 再到立法院的修法 以及到最近又出現說要翻盤的一個狀況 我們認為如果財政部 如果我們的政府沒有決心的話 事實上會使得一個原本應該可長可久的制度 在立法院的這些財團立委的綁架之下 原有的精神將會消失殆盡 就是住免稅的這個部分限於一戶 我個人是比較贊成了 那再來取得成本 取得成本的這個部分 我也贊成江老師剛剛講的 這個部分應該是透過大量估價的方式 而不是像現在他的想法是說 由他們自己來做為所謂的這個自行來合估 那這個合估他的爭議也是會有 那再來是持有的這個部分 持有期間的費用的扣除這個部分 我覺得合理應該去考慮 以國外的這個做法 他合理的成本的這個部分 應該包括房屋稅、低價稅等等 這個部分也應該著意來考量 那我反對說他的扣除 甚至把我們土地增值稅裡面 有一些可以扣除的 比如說低價稅 或者是說土地變更的費用 那土地變更的費用 在土地增值稅那邊已經扣掉了 那這一邊怎麼可以再重複 來扣以呢 這些東西都是在 給這些投資 投機炒作的人留下一些巧門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呼籲政府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自己來 檢所來把它杜絕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稅改 才有它的一個成功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也要呼籲業者 那這個業者 因為你從這個房地合一課稅到現在 我們的房地的交易量的銳減 那就可以看到說民間的改革的這個 有一個殷切的希望 那如果說業者在這邊也站在一個反對 或阻擾的立場 那會把這個部分的時間會拉長 那這樣子的話 對你們這個行業有幫助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管是從學界 或者是產業界 或者是政府機關 那麼國民黨已經公輸到賺口了 然後你還要繼續再做永遠的反對的黨嗎 這樣子 所以立委這邊 我們也呼籲他 應該要勇於來認真的來改革 我們要求張聖和部長 落實他在選前的承諾 於年底如期提出不動產稅改方案送到行政院 如期於下個會期 將這個稅改的版本 送到立法院進行審議 如果這個部分跳票 我們一定會再次發動群眾的運動 而且這次就是直接到財政部前面來拜訪他們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求 要求張聖和不能跳票 我們要再次警告 我們的立委不要打 因為接下來 我們要針對所有不善發言立委 我們要公佈他的言行 公佈他持有的房產 公佈他家族 他個人跟房地產業者所有相關的信息 第三個部分 我們要要求兩大政黨 國民黨跟民運黨 都要推動改革 第一個 針對國民黨 你們遭受如此大的敗選 請你們了解人民的憤怒所在 到這個時候 難道你們還要選擇跟這種 地產金權利益站在一起嗎 如果他們繼續這樣持民服務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人民會繼續用選票來制裁他們 真的讓這個政黨會滅兵 我也希望執政黨包括執政黨立委 你們要完全了解民心的相背所在 同時我們要求民進黨 民進黨你不要因為這次的勝選 我覺得這次勝選是建立在整個國民黨執政的失敗 並不是民進黨提出任何的改革訴求 感動了或說服了人民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應該作想 好像說作想不要做任何的改革 他們就想要在2016執政 我們要求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反對黨 作為一個未來有機會要爭取執政政黨 在房產稅制改革的部分 請你們拿出你們的主動性 如果財政部不推 如果國民黨不推 民進黨你們願不願意積極提出 你們的行動 你們的版本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接下來也會開始 朝運他一些團體 我們會正式拜訪兩大政黨 因為包括國民黨的黨主席過程改選出來 包括民進黨的小英主席 我們都會做一個正式的拜訪 要求兩大政黨 針對房產稅制的部分 都要提出改革的行動 政府不能退 政府不能退 立委不要黨 立委不要黨 建商閃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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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商供社 建商閃邊啦 建商閃邊來 建商閃的行動 基本上是最好的 還有這麼難的 建商幕 建商る 建商密的土使 建商第一個